這個硬體零件的銷售系統分析完成檔 裡面當然黃色區就是本來要練習的 我這邊已經有做好的 那包含就V錄函數了 那裡面的話有代號 這個代號其實就是我們要參考V錄函數參考的範圍 所以一樣嘛 一個範圍一個範圍一個範圍 那資料把它抓過來 這個概念呢其實就是我剛剛特別強調 把Excel拿來當資料庫 關聯式資料庫的用途 那後面的話有12個問題 12個問題的話呢 第一個就針對什麼 前面這個銷貨組組檔 就是說這邊總共有這些欄位 包含什麼呢 像銷貨單號一直到底下有一些什麼 員工姓名等等的 還有年度啦還有月份 這個組檔我們做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宣紐分析表這個整個選起來 那針對這10個問題我們要回答 比如剛好老闆他說 第一個問題請你告訴我 怎麼問怎麼 我們這個公司 全部的營業總盒是多少 給我個數字吧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銀額全部加中 其實各位非常簡單啊 你就把銷貨組檔裡面怎麼樣 增加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特別是喔 你直接喔 不用加任何欄位再列標籤 直接把這個公司裡面的什麼 它有一個就是銷貨金額有沒有 這裡面有一個叫銷貨金額的 直接拖拉到值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喔 我不要做任何這個 資料的分類 你就直接幫我把它統計出來就可以 那就是它如果你要方便閱讀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加千分位符號 然後把小數點拿掉 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家公司的話呢 它的營業有沒有 就是百萬千萬億 24億馬上就出來 一個數字就OK了 也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分吧 那其次的話呢 如果我要再進一步分割 比如說按照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要按照什麼 各縣市 縣市喔 所以你接下來有沒有 把這個數目分析表 多增加一個列標籤 做分析 OK 那怎麼分析啊 這邊有沒有一個叫 縣市的欄位名稱 縣市名稱 所以把縣市名稱 拖拉到列標籤就好了 馬上呢 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這邊有台中市 台中市 不過現在已經合併了喔 等等的 那當然最後 大家也可以按照什麼 按照它的排名嘛 有沒有 所以排序的話呢 游標放B4 然後呢 資料裡面有個Z到A 你就把它排序一下 馬上可以看出來 哇 佔比最高的 但如果你要看佔比多少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把總計百分比再加上去 馬上可以知道說 哪個區域的業績是最高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的話呢 如果呢 還要增加什麼 增加各縣市 然後呢 底下還要各部門的話 OK 怎麼做喔 所以第三個問題 就是各 什麼呢 各縣市的各部門的 所以再來成簡單 就把 裡面有沒有一個 藍位名稱叫做 部門名稱的 部門名稱 這個字很滿小 OK 把它拖拉到哪裡呢 拖拉到那個 縣市名稱的下方 它就會按照 每個縣市的 每個 業務部門 幫你把他的 這個業績 幫你做加總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的話 如果我今天呢 不要按照縣市 所以特別重要 不要縣市的話 你就把縣市拖拉到上面 清除掉 如果你不要統計這個 你就把 有沒有現在拉下來 你可以拉上來到上面 清除掉 那只留下部門 並且他說呢 幫我把那個部門 各部門 產品 OK 所以只有部門 所以部門留下來 把縣市刪除 然後 他的什麼呢 各個產品 OK 所以這邊 這邊再加一個什麼 把 第四個是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那個 叫 名稱 分類名稱 不過他這個叫分類名稱 把它賣的東西 叫分類名稱 是應該叫產品名稱 不過他這邊叫分類名稱 把他拖拉到部門名稱的下方 那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 這個業務部門 他賣的產品 各賣多少錢 OK 這邊也會顯得 他有個排序啊 你甚至你可以自己來排序一下 每個部門 所賣的銷售金額 就會非常的清楚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第五個問題就是說 可否將上表中藍列對調 當然可以啊 好 那怎麼對調 很簡單嘛 把這個上下的關係顛倒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把 現在主要是分析那個什麼 剛剛是以業務賣多少 他現在是哪個產品哪個單位 所以兩個關係 一個主一個次 或者甚至你可以 什麼 可以把部門拉到藍標籤 那你會發現主要是分析 這個什麼 哪一個產品 哪一個部門 有沒有 那如果甚至你還可以什麼 把部門拉到主要 把分類拉到次要 所以你可以 這個其實可以不同的主要跟次要的交叉分析 看你是要哪一個為主 看是要以部門為主呢 還是以產品為主 那你就是把它放在藍或列的位置 可以再做對調 OK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第六個問題 第六個問題的話 就是各類產品的銷貨比數 不是加總 是比數 幾比 一個訂單一舉一千萬 一個訂單一百萬 其實都算 各自都一比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比數給算出來 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的話 就是把什麼 把剛剛這個 一樣 分類 我把那個 就是分類名稱 就產品名稱 放在列標籤 部門名稱放在藍標籤 那把剛剛的加總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藍的值 值的藍位設定 本來是加總 把它改成幾個有沒有 項目個數 所以有的時候 有些可能 有些業務單位 它的業績很好 但問題它都是 就是針對幾個大客戶而已 總 Total很大 但它比數卻很少 所以可以看出它應該是 都是大客戶為主 所以你會發現 馬上看出來 就是說 比數 如果以比數來看 是不是有個落差 那這個是第六個問題 總共有十二個問題 所以底下 大致上 請會就是 按照這個順序 那一樣就是說 把這邊 分別 得到我們要的 每個 產品類別的 銷售百分比 那百分比呢 特別注意 我們一樣 把這個什麼 剛剛有做過 你可以把部門名稱拉掉 丟到上面 然後呢 把這個銷貨本來是 這個什麼 計算的部分 把它改為一樣 先改回加總 加總完之後呢 再把它改成什麼 百分比 因為我要百分比 所以加總之後 再讓它顯示為什麼 加總百分比 OK 這樣的話 就完成 這個我們要的 第七個項目 就是每個 產品類別的 銷貨總的百分比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 還有什麼呢 加上 每一個 這個什麼呢 最後 加上這個 第八個問題 它要做什麼呢 每一個年度跟月份 年度跟月份 所以喔 剛剛的 分別名稱 它的任務就完成了 所以再把它拖拉上去 然後把月份拖拉到列標籤 把年度拖拉到年標籤 這樣的話就可以統計出來 不過顯示出來 目前呢 因為我剛剛改的是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百分比 所以我再把它改回來 就改回值得欄位設定 改回原來的什麼呢 把它原來的 這個總計百分比 改回一般 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這個就是 每一個月份 每一個年度 的對應的那個 月跌銷售狀況 那當然喔 如果你要閱讀方便的話 其實習慣上 還是在常用裡面 加上千分位符號 然後去除小數點 OK 藍寬如果不足的話 再把這個藍寬 稍微再調寬一下下 OK 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月份 對應到每一個年 它的銷售情況 一個一樣的問題 裡面喔 一樣就是沒有補零 所以沒有補零的話 選項裡面的選項 可以再把它 肉圍空時喔 把它補一個零 OK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第八個問題 第九個問題的話 就是 欸 每一季喔 所以每一季怎麼辦 這邊的話 不是1到 1到12對不對 你可以怎麼按右鍵 跟剛剛一樣 群組一下 那群組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一季的話 是幾個月 三個月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改成 兼聚值為三 OK 然後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呢 它就變一季了 所以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如果你要是 一季為單位的話 那如果你要恢復 怎麼恢復 按右鍵 它這邊有個取消群組 跟各位講一下 跟剛剛一樣 如果你要群組的話 裡面一定要是數字 如果你是文字 就沒有辦法群組 所以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那問題九 問題十的話 最後的話呢 當然又要全部在一起來了 所以要統計什麼 他最後一個問題 不是 第十個問題 列出每一個部門 每一個業務 每一個客戶 的交易金額 OK 所以這邊的話 又要怎麼樣 再把這些 拉到這邊來 每一個 這個地方 要不要每一年 沒有每一年 所以把 這個年度的部分 也把它拉掉 然後你就分別 怎麼樣 再把每一個 什麼 每一個 課 每一 列出每一個部門 所以先把部門 的名稱 拉下來 每一個 什麼 每一個 員工姓名 員工姓名 是業務姓名 業務人員 然後再來 客戶名稱 有沒有 那就分別拉到 這個 藍的標籤上面 那就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一層一層的 OK 這個是第 十個問題 那第十一個問題 OK 第十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什麼 列出那個 top sale 什麼叫top sale 就是 誰的銷售量最高 排名出來 OK 那什麼排名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就把部門名稱拉掉 把客戶名稱拉掉 然後就排出來了 有沒有 那你再來最後怎麼樣 你可以按照排序 top sale 理論上是銷售金額高的在上面 低的 那所以就是 在資料裡面 什麼 排序 Z到A 有沒有 這是常用 我們今天用蠻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就可以看出這些 那如果說 最後一道題 只列出那個排行榜 那排行榜的話 假設你要前三名 還記得吧 這個好像前面有做過 前三名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員工姓名這個地方 點選之後的話 做了什麼呢 值得再選前十項 有沒有 那如果只留下前三名的話 那就把前十項改成什麼 前三項就好了 按確定 所以 topsale就出現了 其他的就不要出現了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要unschedule 所以最後這一題 可能一串就全部講完了 但你們可能回去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吸收 不過有些細節 假如說你一下子沒辦法馬上去吸收 回去的話可能再花一點時間吧 利用可能 有些空檔的時間 你再把這個影片 我影片今天有把它收錄下來 到時候的話呢 我們會再提供給HR 然後看什麼方式 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許你再跟HR 那邊 了解一下 好 OK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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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